来看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开始新的系列了 这个系列叫做在耶稣基督灵 或者在基督耶稣灵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系列 然后我会以哥罗西书整本书 整本的哥罗西书来做一个 依据来跟你们分享和查稿 这个系列 在基督耶稣灵的系列 今天第一系列叫在基督灵 那还没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有位妈妈有一天晚上 她在轰她的孩子睡觉 每个妈妈晚上都是轰孩子睡觉的 但是这个小儿子妈妈轰了很多次 很多叫他睡觉 他都不要睡觉 他一直喊着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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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这个妈妈实在忍不住了 结果严严的警告这个小儿子说 如果你再喊妈妈 我就打你 拿给你吃藤条 于是这个小孩子就静了下来 刚静下来不久五分钟 然后妈妈可以难得可以休息 可以坐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小儿子就很委屈的 因为妈妈不准他再喊妈妈了 他很委屈的坐在那边 他说陈太太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 听得懂吗 就是说他很听话嘛 妈妈说你不可以再喊我妈妈妈 妈妈我打你 他现在没有喊妈妈 陈太太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所以呢 这是一种笑话 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 我们虽然是信仰耶稣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 我们已经是拜独一的真神 拜耶稣了 我们没有拜拜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虽然我们信仰耶稣 但是我们生命生活 还是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还有那个旧的一套 来到教会 以为用这样方式 上帝就能够听我们的祷告 能够接纳我们的 所以呢 今天我要给你看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呢 我们来看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哥罗西书 Galotian 1 verse 1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你在翻查的时候 我也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 哥罗西书是一 哥罗西教会呢 是一间教会 也是保罗开办的一间教会 这本书呢 也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信 写给哥罗西教会 分别 菲利比教会是菲利比教会 分别写给哥罗西 就是哥罗西教会 他一共写了四本 在监狱里面 总共写了四本书信 其中一本就是哥罗西 哥罗西教会跟菲利比教会的背景不一样 菲利比教会 他充满爱心 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但是哥罗西教会就不一样了 他的背景和他的教会的情况就不一样 开始很好 开始都很专心 很爱神 但是到一个程度呢 他们骗离了基督 骗离了教训 甚至他们不拜耶稣了 他们改拜天使 改拜太阳 改拜月亮 也因为这么样 保罗就写这封信给他们 让他们回转 让他们想到 整个基督的信仰 和基督的 整个的基本的价值 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 Jep 1 verse 1 to 29 我读和和本 中文和和本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 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第四节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 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第六节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第七节 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 一同做仆人的以发佛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第八节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第九节 因此 我们自同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足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第十节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其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胜事上 结果只渐渐多知道神 第十节 照他荣耀的权人 得以各样的利上加利好 叫你们凡事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第十二节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以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第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第十四节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 救赎过得以赦免 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走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 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组织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间 万有也靠他而立 十八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他是原始 是从此里首先附身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所谓 十九节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 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在地上的 天上的都和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一生隔绝 因这恶行心理 以他为敌 一旦如今 他借着耶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自己 以自己和好 而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 只被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二十三节 只要你们在所幸的道上恒心 根基坚固 也坚定不移 不知已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的 也是传以补天下 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 二十十节 我现在为你们受苦 祷决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 患烂的缺陷 二十节 二十五 我照着神 为你们所施我的自愤 做了教会的指示 要把神的道理 传得前辈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 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圣徒显明了 二十七节 神愿意 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万般人中 有何等的丰盛 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二十八节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 我为此劳苦 照着他 在我里面所运用的大人 尽心谢力 我们做了祷告 父神再次了 把讲台 把兄弟姐妹 叫他伸手里 高默他们 让他们 让我所出的每一句话 没有落在地上 空了 而反而成就 你心意所要成就的 在他们的心里面 再一次的被挑望起来 再一次的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爱你更多 认识你更多 感谢家妹 有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兄弟妹 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呢 在耶稣基督里是讲什么呢 那我们常常去买 很多产品 比如说我们买电器 通常买电器 通常电器买回来 都有一个 叫做产品说明书 但是我们人 常常是走什么呢 常常买了产品之后 那个产品说明书 从来不看的丢掉了 如果有看也是要看 怎么样操作 只是那一面而已 操作那一面 那其他都丢掉了 然后我们有时候 我们进会员 这个会员进很好的 有什么什么什么 很好 哦好好好 我们就签了了 我们就当了会员 但是从来不知道 那当会员有什么权利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从来不了解 不知道 这是我们人的本性 我们做基督徒 圣经说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什么 基督徒有什么权利 基督徒该有什么东西 上帝已经预文预备 为我们所做的 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是蒙茶茶 哎呀 信啊信啊信啊 反正就信就对了啦 有的信就信啊 洗里洗 洗啊洗啊 洗就对了 反正去教育 就是要做的东西 不是 今天 牧师要跟你们讲 在基督里 不是一个口号 在基督里 不只是一种的 不只是一种的名词 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 一共用在基督里 或者在他里面呢 一共用了164次 可见这个在基督里 是一个相当很重要的名词 它不只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种的宣告 我们来看 在基督里 我们是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 在基督里 他是我们的属灵地位 当我说你在基督里 并不是说一个名词 当我说你在基督里 是代表你的属灵地位 你本身在这个 成为上帝的儿子 儿女呢 你的地位是如何 第二 他讲明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 的亲密的关系 我们是跟上帝 或耶稣有关系的 所以你在基督里 第三 在基督里也说明了 我们跟神 对我们的保护 没有在基督里 你就没有保护 你在基督里 就有受到保护 第四 它说明了 我们有圣洁的可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 我们来看 我们属 在基督里讲明 我们在 我们的属灵地位 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 兄弟妹 上帝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因此呢 我们就有 主的生命 和他的性情 我们也不再活 好像世人 或者好像没有信 耶稣之前的那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 被耶稣基督接纳了 在基督里表达是什么 是表达 兄弟妹 在基督里表达是 你和我 人所不能理解 不能明白的 接纳 亲密 和安全感 所以 在基督里的概念 和在基督里 这种的思想 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 兄弟妹 你说 哎呀 牧师 那么我信了耶稣 我已经在基督里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 有这么样的 这么一回事呢 因为在基督里 圣经 刚才我讲说 你能 彰显 你的生命 就补充 这不再一样 你能彰显出 耶稣的生命 和个性 我们继续看来 看下去 你就明白 第二 这跟神的 你在基督里 讲到 你跟神的亲密关系 这里有一章 刚才我们读到的 第一章十三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经文 这一段很重要 他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 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 把我们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兄弟妹 在基督里 说明天堂 不是将来的事情 哎呀 我信耶稣 一天我能上天堂 上天堂 你是肯定是上天堂的 但是天堂 不是将来的事情 天堂不是以后的事情 天堂就是 是现在 因为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 神 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他爱子的国里面 兄弟妹 这个迁到呢 是 已经做了 不是这样要做 还是等着要做 这里的迁到呢 是 已经完成了 今天你信了耶稣 那一天开始 你已经在天国里面了 你已经在天堂里面了 而牧师为什么 没有感觉到呢 那不是凭感觉 因为整个基督徒的信仰 是建立在信心上 建立在你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上 上帝 你信耶稣的那一天 上帝已经把你迁到了 我们来看迁呢 迁到这个词啊 很重要的 在希腊言文叫 Methasthenol 来大家跟我讲 Methasthenol 不是很清楚 再一字 Methasthenol Methasthenol 意思是什么说呢 意思是在英文这样说 是 Transfer Re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f change of situation of place 意思是说呢 把我们运输到 把我们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一个另一个地方 另一句话就说 换环境和换地方 迁的意思 很清楚了 不是空想象 是一个理想的 一个想法的 是上帝已经 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 不管你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 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 上帝已经把你 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你今天 不再是活着 你普通人的身份 你今天不只是 你 丹阿高 丹阿宝的儿子 孩子而已 你是天国的殖民 你是上帝的儿女 阿们 然后 接下来说 我们 我们跟神的亲密的关系 是怎么讲呢 亲密是讲明我们如何跟神联合 与主联合在一起 现在问题是 前提是 你在哪里 你在耶稣基督里吗 你在吗 如果你在基督里 你在吗 你还在吗 你仍然在耶稣基督里吗 今天的问题不是 上帝有没有做这个部分 而是问题是 我们在哪里 我们常常来到家会 身体是parking在这里 哪里灵魂到处那里飞的 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都是找别的方法 而不找 祷告而找神的 我们紧急 老婆你可以帮忙我 阿巴尼亚你可以帮忙我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就能知道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基督 耶稣基督里了 基督徒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 但我们不属于这世界的 因为世界都恨 世界恨恶基督 因此也恨恶我们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上 我们却活在基督里 我们不能排除这事实 我们的确是活在世界上 但是神明妹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 世界不会反对你的 人家不会笑 你都吃烘烤 烘烂烘烘烘 人家对你的信仰 对你的基督教的信仰 是有反驳的 人家对你是反感的 如果你心想耶稣 什么事情都没有 都没有的 都很好的 都顺顺利利的 我不知道应该是恭喜你 还是 我开始有害怕 你到底有没有在基督里面 当你在基督里面 这个是很正常的 人家对你的一种的看法 很多很多很多 他们会讲 如果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 不管世界有变化有多大 不管社会有多动荡 我们安然在耶稣基督里 阿们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它不会被外在的环境 所影响的 它的平安 它的喜乐 不是来自于世界 因为世界不会给它 这个平安的喜乐的 它愿意做任何的工作 尽管那一份工作 是很卖力 令人很讨厌 而且痛苦的差事 因为它知道一样东西 它不是为人做的 它不是为自己做的 它是为耶稣做的 阿们 就好像服侍神 哎 兄弟妹 日子有功阿们 我要看一个人 真正有没有 侍奉神的心呢 时间就是证明一切了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教会里面 总是有一些人 这么样的 他因为一些的矛盾 一些的摩擦 一些的问题 他就说 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来 我不要侍奉 我不要什么 对 感谢神 他一直来都不是在 服侍上帝 他不是在服侍耶稣 因为他服侍他自己 当他会有感到有委屈 感到很不平 很不愤的情况之下 他根本就是为自己来服侍 他根本就是为别人来服侍 因为应酬牧师 牧师叫我做 不是做了 没有办法 但是一个人真的是服侍神的时候 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他不会受那些环境的影响 我都不是为你做的 我是为上帝做 牧师不能救你 你不要为牧师来做 牧师叫你来做 因为牧师没有给你上天堂的那个人权利 你是为上帝而做的阿们 就好像还有一些人 他说因为一些缘故 他说我不要来了 不要来教会了 不要来什么了 不要参加什么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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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 他的服侍之外 他会看得见 他会知道 就好像呼吸一样 穿窥啊 呼吸一样 空气充满着他 然后空气充满着他 他也充满着空气 一呼吸 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了 在耶稣基督里的概念是不分的 是不能把你分出来的 你呼吸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空气里面呢 是啊 然后我们也 那个呼吸也是不是在 那空气也是不是在我们里面呢 一样的 就是不能分开的 基督也充满 同样的基督也充满着我们 是不能分隔的 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在我们里面 所有所刻目所盼望的 也是基督 当你有这样的心思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在基督里面 保罗在这里强调 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找到的满足 哥罗西的教会的问题 是在于他们已经偏离了教会 偏离了基督 耶稣已经足够了 保罗说 保罗在这里讲 耶稣已经是足够了 在他里面 我们可以得以完全 当我们不能在基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做什么呢 我们往往就是寻找其他以外的经历 其他以外的方法 其他以外的计划来满足我们自己 所以你就不在 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就不在基督 耶稣基督里了 我们本应该降服在基督里面的 但是我们拒绝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 我们一切的权利交给他 完蛋了 我们也不在基督里面了 我们再来看下去 保护 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的爱子里面 这里呢 说明了神对我们的保护 你的安全感在耶稣基督里 阿们 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 你是最安全的 换句话说呢 当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 不是上帝不保护我们 也不是上帝不愿意保护我们 而是我们远离了上帝的保护 明白吗 所以 一些人跟我讲 哎呀 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信了耶稣 我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猫刀 还是一样有问题 还是一样种种种种 为什么 遇到很多很多不能解决 每次都 每次到夜尾肯定有抗逃的 不然孩子生病 不然是车壞 不然是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这样 我告诉你 弟兄啊 你要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旧 旧的言文 在希腊言文叫 Zozo 大家讲Zozo Zozo代表什么呢 Zozo代表 带来和平 带来平安 带来医好 肯定救恩 康复 get well 死好转 make well 保守 恢复 重建 安全 Zozo的概念呢 是从来没有间断 持续的 或是长长的意思 意思是说呢 上帝的救恩 代表了过去 上帝的救恩 也包括了现在 上帝的救恩 也包括了将来 这才是上帝 完全的救恩 如果耶稣基督 只救你一次 你就完蛋了了 你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危险 你在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危机 当你那一天说 主耶稣 我邀请你进来 我心里面 耶稣已经拯救你 那一部分 那已经是过去了 过去是 但是现在 你活着每一天 上帝也在拯救你 到将来 面对审判 第一的勇火的时候 耶稣也要拯救你 这才是完全的救恩 我们所信的神 祂不是能够救祂的能力 不是救你一次 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次的 不断的 基督不仅以往救我们 给我们救恩的礼物 祂现在仍然救我们 保守我们 保护我们 一切生命中的危害 祂将来还要救我们 脱离那永远不灭的火 救我们 地狱的可怕 过了可怕的地狱 所以兄姐妹 今天你信了耶稣 可能三个月后 你不知道 有一天你会生病 圣经讲 祂已经救了你 这救恩包括 和平 包括康复 所以这才是救恩 所以你病的时候 过了你要病的时候 你可以祷告耶稣 你医治我 因为这是上帝 克服上帝的行义 克服上帝的教导来的 就算你还没有病 上帝也救了你 这个救恩的奇妙 而救恩的能力 是这么奇妙 还没有病 上帝都医好你 奇妙 阿们 哪里找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找得到 讲个故事 有一个妈妈 带着五岁大的孩子 去逛百货公司 由于人潮很多 多到一个程度呢 她把小儿子 给弄丢了 我的母亲急得要命 找啊找 跑了很几楼 几层楼 找找找找找找 找到最后的 结果呢 她的小儿子坐在 那个长灯上 然后两屋子 继续地逛下去 继续去逛 逛百货公司 这时 小儿子紧紧握住 母亲的手 很震惊地 警告妈妈说 妈妈 这次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再走事了 其实应该 应该 这句话是谁讲的 是妈妈讲的 但是你看 小儿子 反正小儿子 抢了妈妈的部分 我要告诉你什么 我要告诉你这个笑话 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啊 关键在那里 关键你有没有在 基督 耶稣基督里 小儿子从来没有担心 他妈妈会不会 不来找他 小儿子从来没有担心说 妈妈会不会找不到 会不会找不到他 他 安然地坐在那里 就好像 我们必须要 写些那小孩子一样 安然地坐在 耶稣基督里 因为上帝总是 提供我们 保护我们 接纳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不在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遇到环境 我们就好像 那妈妈这样 很扯公了 到处乱找 玩就乱跑了 不在基督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有圣洁的可能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第一章二十二节 哥罗西书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 以自己和好 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忽可指责 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来 这个和好 这个词 待会我们讲圣洁这个词 我给你讲和好的 这个词很重要 什么是和好 就是已经是 曾经是有 有 不和 曾经是有 那个嫌隙 现在是和好了 那我再给你们看一个 一个 一个明白 这个和好 不仅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上帝要我们和好 这个和好 英文叫 reconcilation reconcile reconcile 这个和好的词是很大的 很充满意义的一个词来的 第一 你不仅跟上帝和好 当你没有跟上帝的和好 你就是上帝的仇人 仇敌 你就是上帝的敌人 当你跟上帝和好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建立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好 当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你很难 不可能会跟人之人之间 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是 这是一个同等的 十字架是同等的 一个是向天 一个是向 向左右 就人与人之间 还有 和好 在罗马书第八章 不仅是人与人和好 和神和好 和万物都和好 我举例给你明白 你就明白了 以前 当上帝创造乙甸园 把阿当放在乙甸园的时候 阿当是怎样做的 阿当是能叫 来狮子过来 我给你名字叫狮子 来老虎过来 我给你叫老虎 大象过来 我给你叫大象 长颈鹿 你颈像这么长 好哥 你就叫长颈鹿 以前 人还没有犯罪之前 人和动物和万物是和谐的 今天为什么狮子见到你就要咬 老虎见到你就要咬 不是变态 是因为我们生命因为有诅咒 有罪的灵道 使到我们跟万物都不能和谐 上帝说将来 你去读以赛亚书28章 圣经讲 以后上帝要给我们新天新地 这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也没有再病痛 你可以 圣经描述我们跟狮子一起睡觉 要跟老虎一起玩锁 上帝要恢复我们跟万物和谐的一个程度 我满心相信这个日子 因为我有时候我跟狗讲话 他似乎好像会听我在讲话的 只是 只是我不会讲狗话 其实我相信 告诉你 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的和好的 那么回来这里 上帝说我们有可能 圣洁的可能 基督信仰并非只是 换一个宗教来信而已 它并非只是一个道德断念的地方 基督的信仰不是三好思想 你有看那个 那个 共三该的 共三该的信就明白了 那个三好 三好 什么 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 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 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的宗教思想而已 它远远超乎这一切 上帝招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 颠污污染 沾染污染 污染 污染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他护照我们 不是要我们 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乃是要我们 活出上帝的 生命和犯行 我们怎样 在一个邪恶的时代 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同样的 答案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 当我们跟主联合的时候 我们就能活出 基督的生命和样式 成圣的生活 不是一个想要达到的理想和境界 而是要有属灵的看见 彼得说 你们是被拳选的主类 你们是军军的祭司 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他召你们出黑暗 露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原来 成圣的生活 在于我们属灵的地位 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有可能的改变 你有可能的圣洁 问题是许多的基督徒 常常不活在基督里 基督里面 他们总是在基督里 待一下子 又出去了 他们不能牢牢 牢牢 靠靠 实实在在地 待在耶稣基督里 况且我要告诉你 属灵进步 不是你的努力就能得 你努力去 有个属灵进步 是就能得到的 属灵的进步 是上帝的工作 是上帝在你里面 做工的成分 而不是你努力去做的 你要避自己不讲 不骂人 避自己不想不好的思想 是不能的 属灵的进步 是上帝工作的 在十六世纪 在教会历史里面 上帝兴起了一个人 叫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给我一百个 除了神以外 胡他羡慕 除了罪以外 胡所惧怕的人 我要改变全世界 John Wesley 就是Wesley Matanese Judge 为理工会的创办人 他三十五岁 决志信主耶稣基督慧改 为主传道五十三年 享年八十八岁 活到八十八岁 你知道他死去的时候 他留下些什么呢 他留下 只是留下一些的属灵书记 和讲道的衣服 六磅的燕麦 他死前有吩咐说 把六磅的燕麦 送给那个台 埋葬他的那些穷人 六支人家送给他的银汤匙 他还有什么呢 呀 对 他还有到处去建议的 威力工会 他一生当中 曾经开除过一百八十多位的牧师 他说一个牧师 他要求每一个牧师 应该凌晨五点去才祷告 我相信如果按照他的水准 今天很多的牧师 也一样要被开除 他说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比更可恶更可怕的事情 传道人不祷告 他的讲道 他一 那时候没有车 没有摩托车 他骑着马 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去讲道 他在马上准备奖章 我在想 如果是我都不知道讲的准备 他马上骑着马 一边看圣经 一边准备讲道 到一个城市去传道 他还没有到那个城镇 人家听到他风声要来的风声 所有的舞厅 nightclub 夜总会关掉 casino关掉 因为害怕 他讲的道是圣经的道 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在讲道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 有什么特别圣灵感动 按手祷告 他直接讲道 所有的听众都在那边 倒在上帝的能力里面 哭哭哭泣 为什么 他们看到地域的火 来燃烧他们 他因为 因为他的讲道 使到很多的nightclub 夜总会 舞厅 还有赌场都关掉 有一些人不能答案 就拿着枪 到现场 要开枪把它 杀死 结果 那个拿枪要杀死的人 倒在地上死掉 他建立了古尔宴 他才宣教师到世界各国去建立教会 印度今天有基督教 也是他的门生 William Carey 是他 猜出去的 要不然 印度那么落后的国家 那么弃弹的国家 也没有福音传导 他 他讲过一句话 给我一百个 给我一百个 不羡慕任何事情 只有羡慕上帝 不怕任何事情 只怕犯罪的人 我就能改变全世界 他还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 The world is my parish 意思是说 全世界是我的讲台 他的心是多么的光滑 你跟我讲 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榜样 我们常常告诉说 上帝啊 你祝福我 我为你工作 你赏识给我 我们希望的赏识是现在的 我们希望的赏识是很物质的 但是这个 约翰威斯里 死的时候 全所有 所有东西 他所剩下的东西 才值到 才值三十块的英镑而已 我们常常跟上帝讨价还价 上帝如果你给我做这样东西 我就给你做这样东西了 兄弟 姐妹 我来基督你 我们需要真的的思考 我们在基督里吗 我想问你们 一个问题 你是那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人 好像约翰威斯里所讲的那一百个人 还是千万人中被世界改变的一个呢 我再问 你是一百个改变世界的那一个人 还是千万人中被世界改变的那一个呢 我再问最后一次 你是那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人 还是千万人中被世界改变的那一个呢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跟我这样讲 既然要当基督徒 我希望我要当是最好的基督徒 信仰也反映到我们的生活 是密不可情 曾经有一个人 打电话给一位牧师 他说牧师牧师 我教会的牧师说 要常常祝福 有祝福 要愿意祝福别人的一个意愿 我们就有祝福了 那上帝感动我 我写一张支票给你两千块 哇 不错哦 他有感动要写一张支票 那个人打电话给那个牧师 牧师我准备一千 一张两千块的支票给你 但是 但是 他讲 但是 请你为我祷告 在一个星期里面 求上帝给我四千块 你就可以兑换这个支票了 所以有没有 我们 会笑这样的故事 但是我们的心态 常常也是怎么样 不是吗 兄弟 我说 我 我 我 要祝福 我要祷告 好 我这个星期贪了四千块 这个支票就没给你了 我们常常是这样做 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态度给上帝的 然后我用 一个三分钟的一个故事 来结束我的讲道 有一间很有名的医院里面 来了一个刚医院的护士小姐 叫小敏 小敏第一天上班呢 就有机会和一个资历很深 且深受大家欢迎的外科医生 来为病人做妇妇手术 在手术里面呢 小敏当当的位置是负责传提工具给医生 手术就要结束了 大家正准备为病人缝合伤口的时候 小敏忽然喝止手术 停止 当手术室里面呢 每一个人都惊讶 大家都平息静气的等待小敏交代 为什么要终止这个手术 原来小敏根据护士手册 他点算过他所有用过的工具 发现有一个错漏 原来本来他准备了12块纱布 但那个时候呢 他只找到11块纱布 这可能表示呢 有一块呢 可能是放在那个病人的体内还没拿出来 所以小敏坚持要把那一块不见的纱布找出来 医生看看小敏 然后施衣其他护士继续为病人缝合伤口 小敏的投诉得不到回应 令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他看到大家都继续的买手自己的工作 他忍不住继续的向医生投诉 一定要找到那不见的纱布为止 医生向那个胆敢 赫止手术的护士说 我会负全部的责任 你放心 然后医生就低头继续做手术 小敏终于忍不住 向前拦住医生 继续说 不行不行 就在那个时候 医生看着小敏 然后跟他说 以后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你都会成功的 小敏对医生的回答 摸不头脑 他看着医生 医生这时就从口袋里 取出一块原本用来试探这个新来的护士 做事有多认真 有多谨慎 而偷偷藏起来的第十二块纱布 我们都希望从别人的身上 找到出事认真 坚持到底的美德 但是又有多少个人 可以从自己的身上找到呢 许多的人 在该认真 坚持到底的时候 却不认真 不该认真坚持到底的时候 却使命认真 而坚持到底 兄弟姐妹 你是属哪一个的 所以 今天很关键的问题 是 你在哪里 你有没有认认真真 坚持到底的 在耶稣基督里 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在耶稣基督里 这些所有的属灵地位 与神关系的亲密 和神对我们的保护和圣洁的可能 一概跟你无关 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 让我们站立起来